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3月25日 星期四 這一節要跟大家說一下香港的 金融中心的地位 究竟 現在是會怎樣發展呢 我們看到 國安法之後 越來越多的國際資本 外資 包括日本的野村 麥格里 或者發興 都陸陸續續 撤出國金 代表香港的一個 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其實是一個地標 自從東莞銀行宣布進駐國金議期之後 整個國金可以說變成 已經不再是國際金融中心 變成中金 好了 由國金變成中金 其實 是在十幾年來 18年 因為落成到現在18年 那麼 那個變化也挺大 我們就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 國金變成中金 最後會不會變成奪命金呢 這一節我們就會跟大家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Patreon 月費贊助 東莞銀行 吸納了日資野村的樓面之後 對於中環人而言 現在就是外資退 中資賞 這個情況像80年代中英談判之後 明朗了之後 英資退 華資賞 現在 外資 慢慢慢慢撤出香港 這個 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 可以說是慢慢變成大陸的金融中心 國金這個義旗 是香港的地標 2003年落成 現在統計回 之前 最初的時候只有兩間中資機構 現在目前已經 激增到35間 幾乎 是差不多用戶的一半 現在港資其實只剩下 很少 坦白說 現在只剩下三個港資的用戶 其實都是業主 包括港鐵 因為這座東西 就是港鐵 新鴻基 恆基 金管局 其實當時金管局沒有份的 是幾個地產商 主要是恆基 新鴻基 港鐵 就是牽頭 發展 而恆基就搬回來自己做總部 港鐵就自己用回 金管局 就是這個低潮的時候 戚指37億 買了10層樓面 好 其他的港資租戶 基本上全部都收皮了 國金爾企是全香港 最 貴重的地標 赤租也是最貴 一度升了220元一呎 一直以來都是一些外資大行的勞首選 當時樂成之際剛剛遇到沙士 商下基本上很難租得出 最便宜的時候 李昂就算過 連免租期和津貼 最便宜是不夠20元的 發展商強調最少有20元 其實當時 如果連補貼是沒有的 當時的情況 外資是佔七成 而港資 也有三成 包括外資就有日本 韓國 東南亞 歐洲 美國 還包括AIG集團 以及雷曼兄弟 傳媒當時都還沒有推薦的時候 金融時報 也租過一個單位 港資 最初是佔租戶的四分之一 有十家公司 包括張華峰旗下的 行鋒證券 健身室 Pure Fitness 也租過 潘蘇通的重日通訊也租過 後來高銀大廈自己買了總部 搬回高林大廈 也有律師行存在過 然後 中資慢慢慢慢進駐 包括 中國光大科技256 以及長海船務 當時是沒有中資金融公司的 後來就慢慢慢慢染紅 直至最近 中資 基本上是慢慢逐漸進駐國金二期 例如平安保險 新華資產以及民行 也會進入了 其中還有一家 民企南鼎國際582 還有國美的黃光宇493 然後 中資目前已經升到35家 佔它的用戶是40% 好了 我們看到 國金慢慢變成中金 一直以來外資一直撤退 中資一直加入 外資 例如法巴 野村 美國道富銀行 美國道富銀行 的確已經紛紛棄租了 而且還有瑞銀 以野村為例 其實我們也說過了 去年3月 將25樓全層 以及27樓半層 交回給 業主 25樓 小單位 現在全部被三家中資公司租了 包括 18年借學上市的投資平台 金蔥投資 瑞銀是最早的大租客 2004年已經入企 當時租了八層樓面 後來14年再加租43樓半層 去年再加租43樓 由韓資公司成租 法巴本來 租了59至63樓 做總部 去年就不要一層 59樓 現在仍然雕空 我們說回 其實 外資退港資 也是消失 由全面中資接管 可以說是中環的寫照 不僅是國金的 大部分的中環這些商下 尤其是甲級商下 陸陸續續 我們看到的 只是鬼佬和大陸佬 說廣東話的 少之由少 也有的 打工仔 基層 或者比較普通的員工就是講廣東話 那些高層現在基本上都是有撈頭的 國金 由二十多三十元 升到最高到二百多元一呎 當然現在跌下來 現在好像不需要二百多元一呎 我們會看到 現在中資的影響力可以說是等於 將香港 你見到股市也是 看到寫字樓的甲級寫字樓 中資也可以說跟外資是平分春色的 現在 基本上你見到買賣的股份 全部都是中資股 大陸股 本地的股票可以說是很少受青來 大部分都是由中資 操縱 加上現在有深港通 滬港通 北水下來買東西 我們要說回香港 逐漸都會慢慢慢慢 染紅 所有金融 各個領域 包括香港的巴士公司 新巴城巴已經被大陸人買了 那個人頭來的 之前說香港港資 其實是人頭來的 最終都是大陸資本買了 而杜倫 也是由招商局 全部都被他收了 中資是每一個行業 都被他染指 這個其實也很難避免 始終中共對香港要實施全面控制 但是國安法之後 基本上 你是 只會嚇怕一些外置 我們先說 東莞銀行進入了 接下來還有甚麼進來呢 可能是那些貓肉火鍋 又或是指揚 按摩 桑拿 腳底按摩 又或是 P2P 老千檔 會不會好像 我們看到傳統的倫敦金都可以租呢 不排除的 不過成本真的太貴 你倫敦金要租這裏 說真的 200元呎 真的搞不定 你七八十元呎 我想他也租得起 但是到了200元 或者是167元 他們真的頂不住 你要擺門也不是擺得那麼嚇 反而 中資那些用來騙人 用來衝判場面的公司 尤其是學 要在香港集資的學 就會出高價 搶租這些位置 所以國金將來一定是變中金 但是 是不是最終變成奪命金呢 那就要看香港的做法 香港的整個市 是由中資 全面入場控制的 我們看到外資 現在跟他們打龍通 是大家合計謀生 我們可以看到 中共即使跟美國的關係如何好也好 華爾街的金融大鱗 仍然是 跟大陸勾結的 跟中共勾結的 跟中資機構勾結的 所以 接下來 是一定上演奪命金的 大家有看過奪命金 最記得是蘇恆璇 清楚明白 清楚明白 你現在知道香港是甚麼環境嗎 清楚明白 香港是不是玩完了 清楚明白 香港真的是玩完了 但是 金融就未必是玩完了 因為始終 是用錢去推動的 而且政策由他們決定 很多時候華爾街也會左右一些拜登的政策 拜登也不可能完全逆以華爾街的意思 所以 短期的市場也很難看 你說是不是要看得很淡也不敢看得很淡 但是 香港肯定沒有了以前那種光芒 因為 國際金融中心是全世界認可的 不是中共想封就封 當外資撤的時候 你如果不頂住 那個缺口很大 所以 他一定會找人去頂救 到時 海底撈也租一層 重慶麻辣火鍋 老乾馬也租一層 五糧夜也租一層 很快就租了 這一節我們先說到這裏 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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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